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 这几个声音你们能听出来是谁说的吗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阿欧吉拉 今夜做梦也会笑 这些声音都出自一款电脑游戏 1998年大雨发行的大富翁 当然大富翁这个名字 已经成为了这一类土地占有为核心的游戏 最流行的称呼 大家玩过的版本呢也各不相同 比如桌游版的 盛大版的 以及盗版的 其实这类游戏最正统的名字叫做 Monopoly 原因是垄断 可以被翻译成抢手期 地产大亨 或是我们最熟悉的名字 大富翁 具体玩法大概是这样的 2到4名玩家轮流投投子来决定行走部署 走到无主的土地阁上 就可以买下这块地皮 然后向路过自己地皮的其他玩家 收取过路费 玩家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和升级房产 以此榨取对手更多的金钱 抽取命运牌或者叫机会牌 则会触发随机事件 可能是你一夜暴富 也可能锒铛物欲 当场上其余玩家逐个破产之后 就会产生本局游戏唯一的胜利者 我们常见的这款桌游地产大亨 封面上就有一个戴着高礼帽 白胡子 一看就很有钱的脑头 这个是孩之宝公司出品的正版桌游 现在的地产大亨已经不用纸币了 改成了拍卡机和银行卡 欲时俱进 但其实这还不是大富翁系游戏最原始的形态 时间拨回1903年 那时的美国经历了Gilded Age 镀金年代 工业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 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 通过收取地租的行为 瓜分了平民大部分的劳动所得 政治经济学家乔治亨利 发现了土地私有化的弊端 提出了土地产出的自然资源 应当属于社会共有的理念 受到乔治主义的影响 一位名叫利兹马基的美国女士 开始尝试推广这个理念 她天才地想到了 用通俗易懂的游戏 来普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方法 马基希望孩子们可以在游戏中 感受到当下土地制度的不公平 并随着他们的长大 逐渐推动改革的脚步 这就是马基设计的原版游戏 叫做大地主游戏 棋盘是由一个个地图块组成的环形路径 每个地块上标注的土地售价和租金 还有代表生存资源的地图块 走到这里的玩家 需要上公共财政支付税款 这也算是乔治理念的实践雏形了 除了我们现在经常玩的 买地收取过路费这样的玩法 马基还设计了另外一种玩法 反垄断版或者叫繁荣版 在这套规则里 土地生产的价值 会使所有在场玩家共同获益 大家共同富裕 没有输家 我之前开箱过的洞森大富翁 就有点像繁荣版的规则 当时我的评价是 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他的趣味性也没有 传统大富翁来得那么强 显然上个世纪的美国年轻人 也是这么想 所以对抗性更强的 垄断版规则 更广泛的流行起来 大家也渐渐用Monopoly 来称呼这款游戏 到了上世纪30年代 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 一位名叫查尔斯·达罗的 失业推销员 在朋友家玩到了 在民间传播的Monopoly游戏 嗅到商机的达罗 与插画师朋友 布兰奇·亚历山大一起 重新设计了游戏地图 给格子涂上颜色 画上插画 随后将改良过的 Monopoly游戏规则 与自己设计的游戏地图 卖给了游戏商 帕克兄弟公司 从此 这款拥有固定棋盘 和规则书的桌面游戏 正是以Monopoly的名字 完整发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大家都误以为 达罗是地产大亨游戏的设计者 虽然帕克兄弟公司 为了保证拥有 Monopoly的完整版权 向利兹马基购买了 大地主游戏的专利 后来也发售过一款 原版规则的大地主游戏 不过大地主游戏 和利兹马基的故事 流传度始终不如 查尔斯达罗和他的地产大亨 正版地产大亨 进入华语地区 是比较晚的 在90年代到00年代 我们玩到的桌游大富翁 绝大多数都是 盗版商本地化的产物 视频开头的那些声音 就是出自台湾大宇资讯出品的 电脑版大富翁系列 大宇最早于1989年 将大富翁桌游的规则 搬上家庭电脑 后来经过多次迭代 在1998年 发售了玩法及大成者的第四代 电脑版大富翁 利用电子游戏特性 更进一步丰富了游戏机制 比如通过随机代码控制的股市 路透彩票 本月份的得主是 在地球上刷新的穷神福神 还有坑朋友必备的道具和卡片 大富翁4可以选择四张不同的地图 来进行游戏 台湾 大陆 日本 美国 而在DLC中竟然还有仙剑奇侠传的地图 为什么大富翁4会有仙剑的地图 那是因为仙剑奇侠传和大富翁 都是大宇资讯开发的作品 属于自家IP 大宇是最早开发中文电子游戏的公司之一 他们出品的作品都有很强的本土化印记 仙剑和薛元剑系列 深受经典武侠故事的影响 阿猫阿狗聚焦乡镇少年探险记 明星志愿勇闯娱乐圈 大风系列也是处处接着地气 路上会遇到的财神 土地神是亲切的本土神明 可购买的土地用了真实的路名 就连股市上的公司名都 梦想当任天堂股东的朋友 可以圆梦了 那些我们很熟悉的 拥有自己独立故事线的游戏角色 也是大鱼板大富翁的独创 贯穿全系列的阿土博 拖沓于台湾地区的农民形象 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 在二三代中 还有阿土和阿土仔这两个角色 官方设定是阿土博的儿子和孙子 大老千这个角色 很像是从港片黄金年代的 赌神宇宙跑出来的 还有第一代中有个角色 叫钱大爷 不知道和咱们迷人的富婆 钱夫人有什么特殊关系 从四代开始 角色就有了自己的专属语音 可能是受限于资金 角色都是主创自己配的音 他们还很用心地让两个日本角色 忍太郎和宫本宝藏 用了日文配音 让阿土博操着一口闽南方言 虽然是草台班子配音 但这几句台词简直是魔音挂耳 二十多年过去 依然能够瞬间勾起 每一个玩家的回忆 大鱼的大富翁系列 至今还在不断推出新作 画面配音越来越精致 反响却逐渐走低 最近的第十一代 更是受获了大量的吐槽 不过大富翁本身 作为一个诞生超过一百年的游戏玩法 已经是相当长寿了 而且一直随着时代浪潮不断变化 诞生于杜金年代的大地主游戏 带着浓郁的政治和教育色彩 主要在大学生之间传播 三十年代出世的地产大亨 已经淡化了政治色彩 更偏向何家欢 玩家在游戏中 暂时忘记了经济大萧条 带来的现实压力 沉浸到游戏虚构的梦幻世界中 国产大富翁火爆的时间 则是九十年代到零零年代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处处是变革与机遇 经济的腾飞带来了炒股热 下海热 民众投资热情高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活的小朋友们 虽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十块钱 但依然能够在游戏里体验灰金如土 哄抬地价 甚至一个炸弹将商业对手 炸进医院的刺激商战 游戏是造梦的艺术 出版游戏设计者马金女士自己也说过 她所做的就是为玩家提供非日常体验 对很多人来说是童年经典的大富翁 在新一代的小朋友之间 可能已经不是热门选择了 孙小美 阿土博 这些角色的八卦早已成为了上古传说 如今的孩子们在娱乐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无论是游戏的平台 题材 玩法都变得更加多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 新一代的小朋友也在新一代的游戏中 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童年回忆 好了 如果这期视频有勾起你的童年回忆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